凤林政公所邻里长会议27号上午在凤林国小大礼堂举行 近百位的政民来到会场听取政公所各科室的施政简报 而政长肖文龙正代表主席林建平 新议员张怀文出席会议并表示 邻里长的双向沟通以及讨论 加强了政民对政公所的施政方向 在处理案件时更符合民众的需求 以及协助 凤林政李林长扩大会报 政长肖文龙听取最基层的建议 邀请12个李的李长与林长反映民意 包括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许朝辉 现议员张怀文 县府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新德 均前来参加 政长肖文龙表示 虽然他的任期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但是每年举行的李林长扩大会报 还是会持续 因为李林长的小事 就是公所的大事 我们一年一度的林长扩大会议 虽然我任期还有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但是小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很快点去给它处理 那大样的事情 我们会把它记录 做成记录 留给下任的政长来参考 所以希望各位林长 在你林上 鼻上 或正上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来 我想 我们 扩大林长会议 那么多次来 大家也应该知道说 我们相当的重视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表示 肖文龙政长执政 七年十个月以来 凤林的转变 大家有目共睹 肖政长直到任期的最后时刻 仍旧不敢怠惰 持续的推动政务 令人感佩 而他担任代表会主席 12年秉持理性的问证 强力监督理念 与代表会的代表们 给予政公所 相当多的支持与建议 我们共林政 所有的建设 所有百姓的请多 以及地方的所有的发展 都能够在我们 肖政长率领的团队 以及在第一线 最辛苦的离藏门 努力的做了各方面 属于我们地方应该实作的事项 所以说展现得出 我们共林政 在我们花脸线来讲 我们所有地方的营造 我们所有工部门的横向联系 我们整个上下 都能够以共林为中心当初 但是我会秉持一步一脚印 努力的以共林为美丽的客家小镇 为基础 获取任何帮助我们共林的各级单位 还有我们辛苦的所有的林长们 百姓们 我们一同努力 来为共林做出最大的贡献 好不好 好 而在会议中 林长提出相当多的建议 也都纷纷踊跃发言 内容从薄油的刨除铺设 水沟排水改善到噪音 私人土地杂草 虫生流浪狗等问题 镇长肖文龙都一一记录下来 并要求各科室主管 马上回答李林长的问题 展现出最强的行政效率 记者林杰 风铃阵采访报道 麻辞 Mir之后 有不是